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处理之外 配合饮食上面的控制 还有建议一些运动的情形 帮助患者达到降低脂肪肝 减重的一个情形 藉由减重 让大家在日常的生活里面 注意自己的饮食 然后健康的运动 甚至如果说体重过重的患者 再加上一些药物的控制 这样达到降低体重 降低体质 降低血脂肪以及血糖的状况 达到一个非常健康的人生 我们干病团队呢 推出健康生活养生班 已经五年的一个时间了 执行成效非常的良好 那我们团队呢 会利用我们网路通讯的一个方式呢 供学员上传他的三餐 到我们的群主上面 希望利用这样的方式呢 能够达到互相勉励 以及监督的一个效果 今年度的健康生活养成班 预计在我们今年的3月24日开班 那今年度比较特别呢 是因为我们加入了中西医的一个 减重方案 能够让我们的学员难够挑选 那希望说有兴趣的民众呢 能够赶快来报名参加 我要解释吗 还是做操作就好了 当然说就是我们大副 就是这个肚子的位置的话 都比较多脂肪累积的地方 那中间下 然后再来就是 旁边这个就是看 取那个局部的位置 现在就怎么样 对啊 一般的大概 未经许的位置 都应该怎么办 是 但是其实是 不许的在私人对 确实验 是 一般的 他妈妈 都是 其他妈妈 我 对 我 来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